大家好,听说同棵的植物在经过嫁接之后都是可以存活的 那么我面前就有两盆同棵的植物,但是不同属 这盆是虎翅梅,这盆是龙骨 那么我现在就想把虎翅梅的枝条给它嫁接到龙骨身上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行 那么在给它做嫁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把很锋利的嫁接刀 这个嫁接刀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一些 在切的时候它的切口会比较平滑一些 在后期存活方面也比较有保障一点 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蒸木给它处理一下 把它剪掉上面的这一节,给它剪平就可以了 这个龙骨在剪了之后它会躺水,躺这个白色的枝叶 我们不要碰它,让它把这个枝叶留干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来剪一个虎翅梅的枝条 这个虎翅梅上面也是比较多次的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这个虎翅梅切下来 我们现在就对虎翅梅进行处理 把它切口的位置给它削出来一些 然后能够进行嫁接的那种程度就可以了 两个都是大几棵的植物 希望它们能够嫁接到一起,能够安然的生长 现在在龙骨上面给它划一刀 这个龙骨它中间也是有一个木质程度的 我们把它这个表皮和木质的位置给它掰开就可以了 我们在嫁接的时候像这样给它掰开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能看到吗,这个位置掰开一个口子 然后再把虎翅梅的枝条给它插进这个位置里面 那么虎翅梅它的存活概率就会非常高了 好,直接把它从这个位置给它捅进去 它有一些滑,然后我们再拿一根仙人掌的刺 把它们穿起来,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好,这一次嫁接基本就完成了 最好呢,还是用这个薄膜给它裹一下 因为它这个伤口非常大,这个面积 给它裹一下的话呢,能够给它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好,现在呢,两个同棵的植物呢 已经把它们嫁接到了一起 那么我们就让时间来检验它 看它能不能成活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